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心转意了 没想到还是这样的结果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正在洗碗 他傍晚回来 我欢喜地坐了一桌他喜欢吃的菜 听到离婚 我明显感觉到我的手抖了一下 手中的碗差点掉了下去 我努力控制情绪 尽量让自己心平气和 可他见我好一会儿都没出声 不耐烦了说 你这么拖着 有啥意思呢 哭也哭过了 闹也闹过了 我对你真的没感觉了 你就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吧 我和他结婚十年了 十年婚姻 儿女双全 终究是抵不过一段露水情缘 他起了心要抛弃我这个糟糠之期 我没有转身 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说 好 我和李峰是自由恋爱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爱 我是真的看不上相亲 觉得目的性太强 感情不纯粹 现在才知道我自己就是个小丑 只感动了自己 我铁了心嫁给李峰的时候 他是一穷二白 房子是租的 父母还一身毛病 而他自己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 坚持创业 做生意 这样的人 我为什么会喜欢呢 我想起来了 是因为他和我说起 自己的人生规划时 满眼的自信 我喜欢自信的人 觉得有朝气 当然了 还因为他会说话 嘴巴和抹了蜜一样 让我笑口尝开 他说 他会一辈子对我好 可惜 最大的伤害是他带给我的 我爸妈不同意这段婚事 觉得李峰不够踏实稳重 油腔滑掉 不适良配 爸妈担心我嫁过去吃苦受累 但我 且了心要嫁 爸妈不同意 我就背着他们和李峰领了结婚证 我爸妈看着我义无反顾 收拾自己的衣服 就这么住进了李峰的出租房 一气之下说没有我这个女儿 我还记得我刚搬过去的第一天 公婆高兴坏了 还红了眼眶 而李峰也是感动的 他抱着我说 你什么都不要 愿意跟着一无所有的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的 冬天的夜晚 在这个没有暖气还四处透风的房子里 她的这句话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也是后面这十年来 我努力生活的勇气 创业没有不辛苦的 尤其还是我们这种 连起步资金都捉襟见肘的人 生意刚起步 钱全部投了出去 但客户这边的款却一直拖着不给 问题是员工的工资不能不发 每天的房租水电一睁开眼就产生了 我俩着急上火 嘴巴上起了一圈的泡 嗓子还肿了 吃口饭都难以下咽 实在没办法 我回了娘家 各种哀求 厚着脸皮 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这个难关终于是撑了过去 我们的小公司 在我们的努力下 没有在刚开业不久就倒闭 后来 生意慢慢好了起来 也越来越顺 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好的一面发展 我们买了房 买了车 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之后 我开始被孕 很快就成功了 三年时间 我先后生下儿子和女儿 儿女双全 生活舒心 我的小家庭 很快就成了亲戚口中称赞的幸福家庭 而这样的生活 其实也就是我俩一开始最想要的生活 可没想到 她开始对我有嫌弃了 嫌弃我没有恋爱时候的温柔娇羞 嫌弃我脸上的皱纹和日渐松弛的皮肤 她还说我不求上进 每天都是家里头这些柴米油盐 酱醋茶之类的琐事 她完全没有去想 是什么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她也知道我以前不这样子呀 从我怀上第一个孩子开始 我就在老公的劝说下 变成了全职家庭主妇 我围着她和两个孩子转 还要伺候照顾年老的公婆 可不就是家里头这些琐事可以分享 没有一个女人不爱打扮 家里开销大 孩子和老人的钱不能省 她就给这么一点生活费 我自然只能从自己身上节约 面对我的质问 她无言以对 后来倒是不抱怨了 但渐渐开始夜不归宿 我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觉得我 就是个心思单纯的家庭主妇 还是本来就不准备瞒着我 她在外面有了情况 我很快就感觉出来了 找机会跟了她几次 我就知道了对象是谁 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小姑娘是公司去年新招进来的助理 年轻漂亮 最重要是说话温温柔柔 确实符合她一直以来的要求 两人你请我愿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面对我的旁敲侧击 她倒是干脆 直接就承认了说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也就直说了吧 我对你已经没了感觉 也不想再过这种一滩死水般的生活 我喜欢她的温柔和有朝气 咱俩离婚吧 因为我们有孩子 我一开始不想离婚 虽然心里很个影 但还是想着给她一个机会 我以为她只是一时走了神 我陪着她一路吃苦走过来 她曾经给过我承诺 说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我说 只要你能彻底断了关系 我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我努力挽留她 和她回忆我们的生活 是如何一步一步好起来的 怎么能忍心就这么散了呢 但她不置可否 扇门而出 最后我同意离婚了 直到我仔细去看这张离婚协议 我才知道 李峰有多狠心 她把孩子都给了我 然后只给我二十万 公司和我一点都没关系 要不是公公婆婆 她没办法分给我 估计也想分给我吧 我知道这不公平 而且我有证据 我完全可以和她闹上一闹 但我看着她充满防备的眼神 我忽然就感到累了 我知道我挺没出息的 不管最后能不能分到更多的钱 我也要和她闹腾一番 怎么能就这样 让她轻易离婚了呢 但我不想让孩子 看到爸爸妈妈闹成这样 不想他们被人指指点点 就这样吧 我一个人也能带好孩子 曾经以后 孩子就只有妈妈了 希望李峰不会后悔 她的再婚妻子 是一个拆散别人家庭的女人 压根就没有对婚姻 有基本的尊重 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一起 我觉得尝不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就过好我和孩子的生活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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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